春天到了 很多的花友喜欢养花 今天老花一就以自己的经验之谈 给大家说一下 常用的一些药和常用的一些肥 都有什么东西 以及你作为一个新手花友来说 究竟要不要买 你自己就靠这个视频 就能够彻底的明白了 首先咱们经常用到的一些个药 就是杀虫药 你比方说我的这个植物 长了什么小黑肥虫了 长了这虫那虫了 您就要用杀虫剂 其实在这个园艺行业也好 还是农业也好 大家可以这么去看 它有三个详细的分类 你看到这里 这个是一个杀虫剂 它是一个黑色的一种环带 这个是一个黄色的标志带 这个是个红色的标志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写着杀虫剂 黄色的这种写的是植物生长调节剂 红色的这种写的是杀虫剂 这个可能比较小 我给你拿一个看的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杀虫剂 看到没 这个就是杀虫剂 这样看得清楚是吧 大家一定要了解 植物的一些个虫害 大家要用到的是一些杀虫剂 基本上你们遇到的一些个小病小虫 它都能通过一些杀虫剂 提前就给它杀灭了 不是很严重的情况 很严重了 咱们再单独的去给大家讲 好吧 有牙虫了 这虫那虫了 要用杀虫剂 别用错了 很多的话说 我那有虫了 用了好多的多菌灵 多菌灵那也是杀虫剂了 肯定是没用了 也不要说是已经有病了 病都是常见那些真菌性的 你比方说黑斑了 白斑了 发黑了 只要没有虫子的那种体现的植物整体状态不好了 多半是病害 您要用杀菌剂 那么这个比较关键的点 就是一个矮状树 矮状树好多的话 有说什么时候该用 什么时候不该用 像这个是一个植物生长调节剂 它是让植物整体的不会长得过分的高 就会抑制它 让它长得就会稍微矮一些粗一些 有多小柱 有矮状树 这两种一般都是用于植物 就是缺光 你比方说 如果说我们这边连续的阴雨 又害怕这个植物 或者说一些小苗子会土长 因为植物它有一个趋光性 你长得太 你要是没有光照 它就会长得很高 长得太高了 就会冻倒西歪的 那个时候有的话再思维 那根本不行 要控制它的高度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用到 一般的时候 我估计大家会应该是用不着 所以说杀虫剂 杀菌剂 还有植物生长调节剂 再为一个就是常用的一些肥料 咱们大家伙养化 你一定要了解 你用到的土 如果说不是营养土 就是除了沙土和泥土 其余的那些个 你只要看着不是沙土和泥土的 什么辅液土 松针土 泥碳土 液康土 这些个东西 尽量的就要给它区分一下了 是有机土还是无机土 有机土要搭配无机肥 无机土要搭配有机肥 有机跟无机下棋好好给你叨叨 也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说大家就以进口泥碳土为例 用的是进口泥碳土 您可以放心的用一些史丹利 符合肥啊 或者是花刀多奥律啊 或者说磷酸青甲 或者说农资店买的那比较便宜的肥料 那个是完全可以用的 如果你用的是沙土和泥土 像沸肥 发酵的桃米水 还有你自己偶制的肥料 那就是一个首选 好了 春季养化 无非那点事 下期再给你好好叨叨一点别的 我是老花一 养化最在一 白了 谢谢大家